一场屏东部落孩童爱的抱抱热力四射 周美清不慎被撞跌在地 导致腰椎旧疾复发 本月三日复三总就医 住院住了近两周才出院回官邸 根据院方健康检查结果发现 周美清身高168公分 体重却只有46公斤 明显过轻 有报道更指他念七年的职业妇女生涯中 几乎不吃早餐 严重缺乏缺乏钙 蛋白质和脂肪 食量根本不及正常孩童 医生因此下达调养令 要求低夫人大吃营养餐 不过根据红十字会秘书长陈世奎的贴身观察 周美清没有想象中的挑食 陈世奎说 周美清其实会吃早餐 但吃的是清淡爽口热量低的水果餐 而且饮食习惯很随和 下乡行程的食欲都显得很不错 随行团圆吃什么 他就跟着吃什么 有一次我们吃八方云集 大伙坐下来点锅贴水饺 他也跟着一起吃 陈世奎回忆 周美清访饰八八风灾后的小林村重建复原状况 当地村民看到周美清 热情送来甲仙特产玉透兵 周美清吃得赞不绝口 我们都只吃一碗 但是他一口气连吃了两碗 这样不算食欲很小吧 周美清在医生的严格交代下 取消了三月份的公益行程 就连四月份的行程也暂时空档 红十字会所安排的行程 目前预计在五月初展开 陈世奎说 周美清住院期间仍然低调 规定大家不可以去探望他 尽管周美清复原状况不错 有人却希望他还是趁机多多休息 才能跑更长的路 做更多的公益活动 周美清唯一令人担心的习惯 无非是水喝得太少 陈世奎说 以前他长期在银行工作 负责法务的他 一大早进办公室之后 就埋头看文件 常常忘了喝水 往往到了中午吃饭 才发现滴水未尽 未来他会担任周美清的水顾问 时时刻刻提醒他多喝水 身体抵抗力会更好 1952年冬天 周美清在香港出生 次年周兆燕带着全家去了宝岛 当年岛内公务员的月薪只有200块 周兆燕当商船的船长月薪 加上奖金可以攒到4万块 是一班公务员的200倍 家境非常富裕 他读的学校也是当时的很好学校 在兴小学 周美清在上学时相当活泼外向 也很顽皮 一次周美清参加学校校请 下面的学妹问他被处罚过吗 周美清回答 会了 因为捉弄老师 不守校规被老师处罚 他的老师还告诉马英九一件趋势 初中时有个音乐老师叫张天际 第一次上课 做自我介绍 他写字写得很慢 他写一个字周美清就念一个字 周美清之后考上了北一女高中 有一个同学也是好朋友叫马力君 她是马英九的妹妹 一次马家包水饺 马力君邀请周美清来吃饺子 已经18岁的马英九听说妹妹的同学要来 不知是大男孩的羞涩使然 还是对高一的小女生不感兴趣 放学一回家就一头扎进房间里 任凭家人三请四请 应试不出来 白白错过了与周美清出相识的机会 直到1974年8月 周美清赴美纽约大学攻读法学硕士 马力君把他带到哥哥马英九面前 马力君热情地为他们做介绍 原来周美清和马英九都在纽约大学法律系 马力君郑重其事地要求哥哥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这个好同学 后来周美清被一个主持人问 马英九是怎么求婚的 周美清笑着说 我们那个年代都不流行求婚 一次他在图书馆用毛笔写在纸上 事到如今 恐虚诉订 勿在犹豫 嫁给我爸 我就嫁给他了 主持人调侃道 你骗术好高明 他也没求婚 这么好的男人就到手了 周美清反问他好吗 接着笑着吐槽 所有老公有的缺点他都有 又有人问他 马英九天生一张明星脸 你单不担心受到倾慕者的袭扰 周美清幽默地说 现在他太有名了 大家都在帮我监视他 根本没作案机会 而马英九谈起那段求学经历 也是充满了对老婆的感激 那时候奖学金已经用完了 马英九想读博士 为了让他安心地读博士 周美清在一家中餐馆做代位的工作 还在图书馆打工 同时还在法学院做研究助理 十分辛苦 看着爱人为自己默默付出的一切 马英九感动不已 1977年 他们喜结良缘 婚后 周美清搬进哈佛照顾马英九 他们住的是学校提供的学生宿舍 没有家具 两人就到路边捡别人扔掉的家具 或是买二手家具 经过周美清一双巧手的操作 贫寒的小屋顿时散发出温馨 马英九曾幽默地说 他是在修法学博士 而太太修的则是贤内助 后来 马英九回岛内当了官 良好的形象 加上儒雅的风格让他非常受欢迎 在周美清生老二马猿中时 都已经快生了 马英九才匆匆赶来 旁边的小护士看到他一上自围了上来 求和照求签名 急得周美清大喊到底是我生还是你生孩子 由于马英九太忙 常常不着家 周美清曾戏言他已经把丈夫捐出去了 家里有他没他都一样 他独自扛起家庭 他一头短发 一脸的素颜 简单的T恤配上一条牛仔裤 每天早上六点半先送女儿上学 自己再赶去上班 下班之后要照顾女儿 还有公婆 这是一个女人成全一个家庭 在背后默默地付出的努力 他的公公马赫林生前也说对于这个儿媳妇非常满意 他给马英九在选举上加分 又完全无后顾之忧 由于周美清中性打扮 显得很精炼强干 话也很少 显得很酷 媒体都亲切称呼他为酷酷嫂 随着丈夫的职位越来越高 周美清为了不落人口时 退休做起了志工 照顾弱势群体 还经常去照顾小朋友 小朋友也非常喜欢他 还曾为此受伤 媒体报道 2016年3月3日 屏东太湖小学的小朋友一见到周美清来 高兴得不得了 结果大家太热情了 把周美清撞倒 跌坐在地上 导致腰椎摔伤 他痛到好久都站不起来 当天回去后 他紧急住进医院 一住就是半个月 直到3月16日晚间才出院 院方在他住院期间对他进行了简单的健康检查 结果发现 身高168厘米的他 体重却只有46公斤 明显过轻 而且有轻微的骨质疏松及缺乏营养 院方于是要求周美清住院调养 每天都吃营养配比的饭菜 周美清每次吃完都喊狠撑 甚至说吃得很累 马英九每天都固定到医院探望爱妻 展现温情公事 用脸哄带骗的方式 让周美清多吃些 如今 随着俩人都退休 周美清已经过上了十分稳定的富裕生活 只希望他能在这样幸福的日子里一直无忧的生活 周美清曾说 他们夫妻的相处之道 就是相互信任 相互尊重 他为了丈夫的事业 舍弃了自己的事业 兴趣 爱好 任无任怨 默默地付出 马英九也说 如果有下辈子 他要嫁给周美清 一个成功男人背后都有一位伟大的女人 工作重要 家庭幸福也重要 忙归忙 马英九依然有他细腻的一面 虽然每天他都工作到深夜才下班 但在回家途中 他常常会拐到超市去买一些妻子 女儿喜欢吃的小点心 人们时常可以看到 马英九在超市里细心购物的身影 平时他也很注意夫人饮食的营养搭配 每周四晚上 是马英九的家庭日 他尽量推掉不必要的应酬 和周美清集两个女儿一起回到父母家陪两位老人吃饭 教育两个女儿时 马英九很强调中国传统文化 他崇尚温 粮 公 简 让得传统美德 并总是以身作则 为女儿们树立榜样 谈到至家里面 他又经常把黄金非宝书为宝 万事皆空善不空挂在嘴边 另一方面 马英九认为 教育子女家长只能带他们上路 然后就要让他们自己努力 最重要的莫过于兴趣和习惯的培养 马英九的两个女儿目前都在美国念书 周美清特立独行的个性或多或少的影响了他们 两姐妹对文学和艺术都很感兴趣 因此学校和学系都由他们自己决定 他俩选择的科系都不是主流系所 大女儿马维忠在哈佛大学念完生命科学系后 又转往纽约大学修读剧场专业 二女儿马元忠原本打算就读台湾大学 但因外界对她关注太多 最后放弃了推荐名额 选择到纽约罗德岛布朗大学念艺术专业 马元忠是少数没有选择超级名校的台湾名人后代 他选择的布朗大学 虽属长春藤名校 但距离市中心稍远 同时艺术系也属于比较冷门的科系 足见马元忠有自己独特的想法 两姐妹不但在台湾很低调 到海外求学也很低调 独立 这与妈妈周美清从小就注重培养女儿们的独立能力不无关系 每年周美清会去美国看他们一二次 并带去父亲的问候 在多次民意调查中 马英九都当选台湾最有魅力政治明星的第一名 很多记者问周美清是否担心丈夫有外遇 对此 他回答说 我对他有信心 对自己也有信心 为什么大家好像对我们没什么信心 对马英九而言 也许这种信任正是对他工作最大的支持 夫妻之间能携手共度三十多年 想必爱情早就转换成亲情了 虽然周美清也会说丈夫的不好 但他始终和丈夫站在同一边 为丈夫奔波忙碌 默默支持他 由此可见两人的婚姻还是很幸福的 祝愿他们以后长长久久 幸福安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